大家好我是Ritcher 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来讲一下 做亚马逊FBA 你如果是一个新手的卖家的话 有十种产品 你避免去卖 不要去卖 那为什么是新手卖家呢 如果你是老卖家的话 这十种产品完全你可以去卖 你可以赚钱的话 你可能正在以这种十种产品赚很多钱 是非常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新手卖家不建议去卖 因为它这些是更加复杂的产品 你这个流程都没走完 流程都不知道的话 已经是非常复杂了 你不想再为这个生意添加更多的复杂 更多的流程 然后可能导致你还没有开始 导致你可能第一个产品 就因为更复杂而失败 放弃这个生意 对吧 新手卖家的话 避免这十个产品 第一种产品就是价格过于低的产品 比如说价格低于十美金以下 甚至十五美金以下 我都不建议新手卖家去卖 因为你的价格越低 你的利润也当然会更低 你的中介费 你的物流费 这些都是不变的 你的价格低的情况下 你的利润变得非常的薄 只有几美金 甚至只有一两美金 两三美金 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时候 你的利润那么薄的情况下 你稍微犯一点错误 比如说你的包装稍微包的大一点 稍微多一厘米 稍微多一点点尺寸 或者怎么样 你的退货率 你的其他的犯一点错误 就会导致你的利润率 会受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你零点五美金 在于十美金一单利润的产品上 就是非常小的一个数额 如果在于你的利润率 你的利润只有几美金来说 就是占比就非常大 不同的占比 所以说作为新手卖家的话 不建议你卖特别便宜的产品 第二种类型的产品 不建议新手卖家去卖 就是比较贵的产品 大于五十美金的产品 首先我们在亚马逊 FBA卖的过程中 肯定是有一些破损率的 不管是你的物流费 你的物流的过程中破损 还是亚马逊帮你配送的过程中破损 都是有破损的 你的配送破损 同时如果你卖五十美金 那你的成本也会更高 成本更高的一个情况下 你的损失就会更大 对吧五十美金成本也是非常贵的 你损失了 如果不能重新上架 这个产品 又要损失它的成本 又要损失它的物流费 成本损失非常高 对于新手卖家来说 同时你的产品价格太高的话 五十美金以上的话 顾客一般都是需要考虑考虑再购买 你的转化率也会没有 像稍微低价格一点的 稍微在十美金到五十美金区间内的 这个产品转化率那么高 所以说避免去卖五十美金以上的产品 第三种类型需要避免的产品 就是打不了站内广告的产品 像我们做亚马逊 刚开始产品上架之后 肯定都是要打站内广告的 因为你想刚开始的引流 刚开始的增充排名 都是需要站内广告的 那有一些产品 它是打不了站内广告的 就好像成了用品打不了 还有抽大烟的抽烟的一些工具 在西方合法在我们这边违法的抽烟的工具 也是不能打广告的 那这种产品打不了广告 充不了排名 对于新手卖家来说 那你怎样才能判断 你这个具体的产品 这个类目是不是可以打广告呢 你可以在亚马逊的美国站 或者说你想要卖哪个站 上面搜一下你这个产品的主观念词 如果一般情况下 主观念词最上面的四个位置 都是广告位 都写着sponsor的广告位 如果这四个不是广告位 那就证明这个产品是在 这个类目是打不了广告的 打不了广告的情况下 新手卖家 我不建议去做这个类目的产品 四种避免去卖的产品 就是变体太多的产品 变体太多的产品的话 首先你的库存压力就非常大 别人备货 备一个产品 他就是备一个产品的货就好了 比如说你这一个产品 有三个变体 有四个变体 你就要去备四个产品的货 你的库存压力就会非常大 同时你的风险也会增大 你相当于你上一个产品的风险 是别人上一个产品的三倍四倍 因为你有三个变体 四个变体 你要去准备三个变体的货 四个变体的货 同时库存压力也会更大 你需要更多的起始自信 去做这个变体 然后可能你有一些变体 卖的特别好 有一些变体 变体卖的不怎么样 那这些不怎么样的变体 可能就会导致滞销 堆在库存里面 有一个长期库存费 同时它的长期堆在库存里面 不出去的话 它会影响你的库存的表现 会影响你的IPI IPI是后台的一个库存管理的 一个能力的指标 如果你的IPI不好的话 也有更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对于新手卖家的话 我不建议卖很多变体的一个产品 五种产品避免去卖的 就是季节性的产品 你季节性的产品 证明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一年之中 只有某个节日 你能卖的比较好 比如说万圣节 圣诞节 或者说只有哪个季节 像夏天你卖的比较好 你卖一些游泳的一些用具 夏天卖的比较好 然后就这段时间 你卖的比较好 其他时间都是堆在仓库里面 卖不出去的 然后这种情况 就有很多问题 就是你可能 你若然选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 然后季节性卖的不错 你也不能在一年之中 持续性的赚钱 你可能只能在某个节点之前赚一笔 或者说在某个季节赚一笔 你不可能持续的赚钱 对于新手卖家来说 就非常的不友好 同时对于库存的预判 也会更加的要求高 你可能这笔货 你如果发的少了 在可能卖断货了 还有顾客还有需要 你就没货了 对吧 或者说你可能你没卖完 在这个节日你卖一个万圣节的道具 你在万圣节之后 没卖完 这时候你就要堆多余的库存 要堆下一年的万圣节 堆在亚马逊的仓库 可能有长期仓储费 就是仓库的一个管理 仓储的一个管理能力就需要更高 或者说更惨的就是说 你在卖一个万圣节道具 可能你的物流出现了问题 物流出现了延迟 等你的产品到亚马逊仓库的时候 万圣节已经过了 这时候你要就更惨是吧 那所以说就要避免卖这些季节性的产品 那怎样查这个产品是不是季节性的产品呢 你可以去Google trend搜索一下这个产品的关键词 然后看一下过去五年这个产品的一个表现 如果它在某个季节或某个节日 有固定的搜索量上升 然后过了这段时间 过了这个节日就已经搜索量下降 就没有搜索量 这样子持续性的一个波浪型的 那这就是季节性的一个产品 它如果是比较平均的一年之中都是能卖的 它一般都会波浪型的比较平稳的一个曲线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这样子我们就能判断出是不是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就建议亲手 卖家不要去碰 第六种产品建议不要去卖的 就是短时间爆火的产品 那这种产品它最近出现还是蛮多的 就可能是TikTok还有流行导致有非常多的产品 在短时间的爆火 它短时间的搜索词大幅的上升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幅的下降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亚马逊 我们需要备货 我们需要准备时间 等我们准备好时间 然后发货去亚马逊仓库 过了一个月 过了两个月 到达亚马逊仓库之后 它的热度已经消失了 你的货完全卖不出去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在之前非常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那个Fidget Spinner 手指陀螺 手指陀螺的话很多人因为手指陀螺 亏了非常多的钱 因为他觉得手指陀螺非常的火 他发了非常多的火 可惜他的热度 就是一下子就降低了 你可以去 也是可以去Google Trend 搜索一下这个产品的观点词 能看到爆火的特征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搜索量 短时间 短时间的上升 它不是平均 它不是平缓的 它短时间上升 同时快速的下降 它就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区间内 是非常的火爆 所以说要注意 如果有这种爆火的产品的话 尽量避免去买 不要去买 第七种产品 不要去卖的 就是非常重的 或者说体积非常大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卖重类型的产品的话 你的物流费就会增加 首先你从国内发去 美国仓库的物流费会增加 其次亚马逊仓库 配送去顾客家里的配送费会增加 还有你的仓储费也会增加 这些费用都会大大的增加 就意味着你的成本会增加 你的歧视资金会增加 你的风险会增加 那对一个新手卖家来说 我觉得是完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的 对吧 你可以做一个更低风险的产品 你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风险呢 一直在说 我们要卖的产品 要在一个鞋盒子的大小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说作为新手卖家 可以避免就避免 当然你作为一个经验老的卖家 你想去买完全没有问题 你去卖就好 然后第八种产品 你要避免的就是易碎的产品 那易碎的产品 就是你听起来就知道 有很大的破损率 那破损率的话 会导致顾客可能收到产品 就是破的 是吧 亚马逊他在发货的时候 他不会打开你的箱子去检查 你这个货里面还完不完成 完不完好 他不会检查 他直接发货给顾客 顾客收到之后 他可能看到产品破 就有会带来更多的退货率 带来更多你的货的损失 你的货 你物流发去亚马逊仓库会破损 会一定程度的破损 然后仓库配送去顾客家里 又一定程度的破损 所以说带来更多的一个 你承担的损失 你的货 你的货在其中的一个损失 然后同时会增加顾客 如果拿到一个破损的产品 那肯定会给你一个差评的几率 也会更高 那这里就是各种条件下 你不要去卖一个易碎的产品 那如果你真的想去卖的话 那你肯定要做一些 更多的一个步骤 去预防这件事情 比如说有一个塑料膜 气泡膜包着这个产品 包得好好的 然后确保它在运输过程中 到顾客手里都不会破损 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去卖 你也可以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你包好这些塑料膜之后 可以从你站起来 人的一个高度 自由落体看一下会不会破损 还会不会保持原样 保持完好 那这样子的话 通过这个测试的话 你可以去卖这个产品 是没问题的 九种产品避免去卖的 就是复杂的 需要看说明书才会使用的 比较难的组装的 或怎么样 比较复杂的产品 我建议不要去卖 因为你去卖的话 顾客很有可能不懂 其实顾客来说 真的没有那么聪明 很多人都没有那么聪明 他不会去看着说明书 然后去组装 去做这些东西 最好你能卖的 就是一眼看上去 不用说明书 不用任何东西 就能看懂 就能会用的一个产品 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子会避免 更多的一个退货率 顾客不会用的话 肯定要么退货 要么给差评 所以说不要去卖 太复杂的 太需要说明书 才能看懂的 这些产品 避免去卖 第十种产品 就是你要去避免 卖那些吃的 入口的产品 清肤的 比如说接触你皮肤的 像面膜啊 美妆类 很多美妆类 清肤的这些工具 这些产品 这些产品 避免去卖 因为首先 你卖这些产品的话 对人体 确实吃下去的东西的话 你本来就不能卖 你去卖的话 你需要更多的审核 你还要去在美国当地 去找供应商 去做这件事情 你不能物流的话 你从国内进口 吃的去美国 就会非常非常难 你需要更多的审核 这种产品 都是有非常多审核的 还有清肤的 面膜啊 这些都不要去卖 审核更多 为什么给自己添麻烦呢 有那么多其他的 可以卖的一些产品 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不要卖这些产品 对人体有可能有危害的 因为 就是更多审核 更多麻烦 不要去卖 这十种产品 就是我总结出来 新手避免去卖的 如果你是一个老手 如果你在依靠 这种产品赚钱 完全OK 这你的 你能做这些产品 别人做不了的产品 当然你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但是新手 作为新手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去卖 这种产品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先到这里 如果想要更加详细 系统实操的 亚马逊FBA的课程的话 可以看在下面的 我的亚马逊FBA 绝经者的课程 这个课程 是更加系统实操 详细的课程 同时包含我的一个 四等辅导 是从0到1 从小白到高级的课程 可以看在下面的课程 介绍链接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 就先到这里 帮我喜欢这个视频 关注小频道 接下来推出更多的 亚马逊FBA 跨境介绍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